如果两个女性或者是两个男性 有一种很强烈的依靠对方 总要沟通 总要依靠对方才觉得舒服的话 就有这个同性恋的倾向 但有程度的 就是也看他们沟通是什么 但如果是沟通跟依赖是不同 其实这个就分辨我们语言的关系 就是传道也是这样的 如果你发觉有交友 依赖你 必定要找你的话 这个也可以是问题的 因为他好像没有看到你 没有找到你 没有与你沟通 就好像很不舒服的 很确欠某些东西的 这个已经有一些感情的依赖 这个我们需要留意的 就是说如果有交友或者是同工 同工好像依赖我们 必定要怎样与他相处 所以已经有一种依赖性 然后两个人不能独立地相处 相处有自己的生命的目的 好像总要找他 总要与他陪伴 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解决 就是陪伴 这个依赖性就有危险的 所以健康 人的健康 心里的健康 包括能够独立生活 更与人相处 这些结婚的人也是一样 我去结婚 我跟我的太太关系很好 但我还是有我的 能够单独地做我的事情 我不是要不停地找我的太太 我的太太也不需要不停地找我 这是我能够独立地 单独地处理事情 单独安静下来 这个是健康的生命 因为有些人 他们的生命没有意义 好像没有自信心 就好像自己没有力量 我必定要依靠一个人 这样就可以变为同性恋 或者有些时候是这样的 不是同性恋 就是两夫妻 这个丈夫觉得自己 与她沟通很困难 但有另外一个女性 跟她沟通很舒服 但她们没有性的关系 就是觉得跟她沟通很舒服 每天都要找她的话 这也已经开始是混坏情了 或者是这个太太 她觉得必定要找一个男性沟通 才舒服的话 这种依赖性 是已经一种不健康的关系了 这个已经是犯罪 因为这个是 她的心 她的爱 不是放在她的配偶了 是放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她的满足 要放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如果当时有仪怎么样 有仪 有仪是可以 有些时候一起 不需要每一天 都必定要找对方的 这个分别是在这里 不需要每一天都看到对方 听到对方说话 有什么事情都要听到对方 福音才舒服的 这个是有些 就有些 有依赖性 有依赖性就有问题了 所以 世奉的人 如果我们发觉某一个交友 好像总要 拉住我们 总要找我们 总要 要与我们一起的话 我们就留意到这一点 我们就要小心了 就要避免 因为这个就可以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 可以有交友 依赖这个传道 传道也依赖他们 为什么呢? 很多交友都不喜欢他 但唯有这个人喜欢他 总是依靠他 总是找他 他觉得很舒服了 这个是我侍奉最满足的地方 就是有一个女性总喜欢找我 但这个就变为 慢慢 两个人就依赖对方 就变为感情了 这个 所以是混外情的一种